骨骼生物力学 简介 骨骼系统保护内脏、连接肢体,提供肌肉附着,并结合肌肉的作用,完成身体的动作 骨骼的作用仰赖其独特的结构及力学特性 在人体中,其坚硬程度仅次于牙齿的法郎质及象牙质 同时也是人体终身最具动态性及新陈代谢表现的组织 既有血管的供给,使得骨骼拥有良好的自我修复能力 对于不同的力学环境,自我调整也十分出色 比如骨密度会随着经常被使用或不使用而有所变化 在骨骼愈合过程中,也能够观察到愈合形态的不同 简而言之,骨骼能够随着不同的力学需求而产生适应性 此章描述骨骼组织的组成,骨骼的力学性质 以及骨骼在不同负载条件下的表现 鱼体外或体内对于骨骼力学表现的诸多因子 也将于此章中进行探讨 骨骼的组成与结构 骨骼属于特化的结地组织 其固化的特性使其具有支撑及保护的功能 如同其他的结地组织,骨骼同样含有细胞 及其所产生的纤维有机包外机制及非定型机制等 不同的是,骨骼含有大量的无机矿物盐类物质 并与有机物质紧密结合 无机物质使骨骼坚硬 而有机物质使骨骼较具弹性及可饶性 骨骼的细部组成与其所在之位置、年龄、饮食习惯及疾病息息相关 正常的人类骨骼中所含有矿物质大多为钙、羽磷等矿物质 结合为氢氧基磷灰蚀的细小结晶体 另外也含有一些碳酸盐类、孵化物等其他分子 上述的矿物质为骨骼的主要固形物 占总骨骼重量的60%、水分则占10% 剩下的30%重量主要为低型胶原等有机物质 而由体积的观点来看 矿物质等无机物质占40%、水分占25% 胶原等有机物质占35% 骨骼对于人体而言也是最主要的必要矿物质储存处 特别是钙质 骨骼中大部分的水分存在于有机物质中 胶原纤维周围及其机质 也可以在氢磷积灰石晶体的水核窍层中发现 另外也有少量的水分存在于骨髓腔及骨细胞周围 可提供养分的传递 骨骼的矿物质沉积于胶原蛋白 绝大多数为低型纤维之上 这些纤维强韧而柔软 具有些微的延展性和避免过度的拉伸 骨骼中的有机包外机质90%为第一型胶原 机为少量的第二及第四型胶原 即非胶原类蛋白所组成 有关于第一型胶原在生物力学中的重要性 于本章稍后再简述 而有关其他结构及理学表现 则于第三章中讨论 矿物质化的胶原纤维周遭为胶状的机质 其主要成分为蛋白聚糖或粘多糖 由大分子的蛋白多糖组成 其重要功能为结合相邻矿物质化的胶原纤维 粘多糖及其他非胶原蛋白占宝外机质约5% 这些蛋白多糖为关节软骨中重要的成分 骨骼中最小的单位成为骨源或哈士系统 在骨源的中央 具有一称为哈士管的细小通道 内含血管及神经纤维 骨源本身的结构为层状矿物机质的板层骨 以同心圆状排列方式环绕哈士管 外观貌似树干的年轮 骨源的层状结构存在许多凹陷的枪式 称为骨线凹 每个骨线凹中均有一个骨细胞 大量的骨小管由每个骨线凹穿出 并连接临近骨板层的线窝 最终进入哈士管 这种机制可使得细胞之间得以相互传递讯息 有如蜘蛛网结构受到作用时便会警告蜘蛛一般 而细胞的突出也会由骨细胞延伸至骨小管 便可透过哈士管中的血管获得营养供给 每个骨源的外层会有一个粘合线 分布面积相当狭小 是一层类似粘合剂的非定型机制 主要成分为葡萄糖、氨聚糖 骨源的骨小管不会过这些粘合线 和骨小管一样 骨机制中的胶原纤维在同一个骨源内 也会从一个板状骨连接到另一个板状骨 且不会越过粘合线 骨源内的胶原纤维相互缠绕 便增加了骨对于力学硬力抵抗的功能 同时也可以解释 为何粘合线是骨格在微观结构中最为脆弱的一环 粘合线可透过其裂痕扩展的方式 使骨格承受的能量消散 这也提升骨格的疲劳性质 此种机制对于因老化 造成骨源间骨高度矿化的骨格 可有效控制损伤及微结构破坏的程序 典型的骨源直径为200优米 故骨源中任意点距中央血管供血距离不超过100优米 在长骨中骨源通常呈轴线排列 但它们具有许多分支且相互吻合 这种透过骨小管所构成的网络 便使骨细胞可感受到应变的作用 并将此讯息相互传递 成为骨格发生重塑效应的起源 每个完整骨源之间的区域由坚穀板所填满 与骨源相连成分也与骨源一致 但在几何构造有所不同 与骨源一样 坚穀板中的任何区域距离血液供应不会超过100优米 这些坚穀板之间的交界面上也具有线窝 但线窝中并不一定有骨细胞 骨坚穀板通常唯以凋亡的骨骼 钙化程度及脆性相对较高 以宏观结构而言 骨骼中包括两种骨组织类型 皮脂骨或称为致密骨 以及海绵骨或称为小梁骨 皮脂骨为骨骼的外壳或皮质 结构致密类似象牙 海绵骨则为骨骼的内层 由骨小梁以细小的柱状或板状形态所构成 其间的空隙充满红骨髓 海绵骨同样也是含有骨线板的板状 骨铜形排列而成 但其中并没有哈氏管的构造 骨细胞的养分来源则为通过骨小管 从经过红骨髓的血管所获得 皮脂骨包覆于海绵骨之外 不过含量则因人体不同部位 及不同生物力学作用而有所不同 而由微观的角度观察 骨骼可分为 枝状骨及百状骨 两种形态 枝状骨一般而言是属于不成熟的骨骼 常见于胚胎、新生儿、骨架及生长骨的骨构端 另外也可以见于肿瘤、骨骼发育不全症 与配极特势病的患者身上 人在出生的一个月后便会板状骨的形成 很快地便会取代枝状骨 故板状骨被视为更成熟的骨骼 所有骨骼的外围都包覆着一层致密纤维膜 称为外骨膜 外骨膜的外层具有血管及神经纤维 透过服饰管进入皮脂骨与哈饰管连接 并深入海绵骨、外骨膜的内层、骨生长层 还有成骨细胞 在骨生长及修复过程中负责生成新骨 骨膜覆盖了除了关节面以外所有的骨壳表面 关节面则由关节软骨覆盖 在长骨腔中还有一层内骨膜覆盖于长骨的随腔 随腔中则充满了黄色的脂肪骨髓 内骨膜还有成骨细胞 即巨大多核骨细胞 称为食骨细胞 这两种细胞在骨骼的重塑及吸收过程具有重要的作用 骨骼的生物力学性质 由生物力学的角度而言 骨组织属于双向的复合材料 一向为无机物 另一向则为胶原及无定型的机制 这类材料如非生物性的玻璃纤维中 若兼固的脆性材料相入另一种强度较低但韧性较大的材料中 复合材料的强韧度将比其中任何一种单一材料来得更好 骨骼最重要的力学性质便是其强度及进度 可透过外加负载对于骨骼力学行为的影响进行了解 负载的施加将造成组织结构变形 或是在尺寸上发生改变 但某一已知方向的力作用于结构上时 便可以由结构的变形绘制复杂 变形曲线图 由此便可获得结构的强度 进度等相关力学表现资讯 虽然骨骼的矿物质一般被认为 骨骼强度及进度的来源 但过去的研究已经证实 低形胶原是维系骨组织基本的韧性 及降伏后表现的重要因子 图中显示当骨骼中的胶原发生变化 则骨骼韧性将降低 这整体的强度可降低达60% 这些研究同时显示 胶原的总含量对于骨骼的破坏能量 及断裂韧性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与尺寸及几何形状无关 结构破坏所需的能量 与低形胶原的含量有关 决定了骨骼的韧性表现 在硬粒硬变图中曲线以下的面积 即定义为韧性魔术 整体表现 图为韧性纤维结构组织 如常古的负载 变形曲线的示意图 曲现在其实线性部分称为弹性区 显示结构的弹性 即使结构在细载后 恢复到原始形状的能力 负载使得结构发生变形 但形变并非永久存在 细载后仍会恢复到原始形态 但在负载持续增加时 结构的最外层某些部分 便发生降幅 而降幅点变为 结构达到弹性极限 当负载超过这个极限时 结构便会产生塑性变化 为于曲线的第二部分 即弯曲部分 成为塑性区 在塑造阶段 卸载后结构 并无法恢复到原始形状 部分的残余变形 是属于永久性的 如果负载持续增加 结构便会在某一点 发生破坏骨折 此现象在曲线中 位于极限破坏点 负载变形曲线中 可提供三项结构强度的参数 1.结构破坏前 所能够承受的负载大小 2.结构破坏前 可以达到的变形量 3.结构破坏前 所能够储存的能量 结构的极限强度 可由曲线上的 极限破坏点对应 曲线下方所含的面积 代表能量的累积 面积越大 则表示结构在负载时 所能够储存的能量越高 曲线弹性区的斜率 则代表了结构的进度 斜率越大 则结构的进度便越大 负载变形曲线 可用于某些骨骼 韧带 基建 或金属植物等结构的 力学性质 有助于研究骨折表现 及其修复 结构对于物理硬力的反应 或是各种不同 治疗方法间的 差异性等等 骨骼的材质 在研究骨骼 或相关组织的材料特性时 必须要将几何上的影响排除 如测试条件 实际要面大小 即形状的标准化作业 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标准的测试条件 有利于比较两种 或两种以上材料的 力学表现 如果可与基建组织的 相对强度 或不同植物材料的 相对进度等 当材料的样本 进行标准化后 便能以更精确的 计量单位 如样本单位面积 所受的复杂 硬力 样本尺寸大小改变的 百分比表示 变形量 应变 变可构成 硬力 应变曲线 硬力为结构 受到外来负载时 即表面单位面积 所受到的力 在利用骨骼 标准化样本 测量硬力时 最常使用的 三种结构为 牛 厘米的平方 牛 米的平方 即为帕 以及 M牛 米的平方 即为 M帕 硬变为结构 受到外来负载时 所产生的 变形表现 基本的 硬变类型 包括 线性硬变 以及 简硬变 线性硬变 会造成 样本在尺寸 大小上的改变 简硬变 则会造成 结构在角度 关系上的改变 线硬变为 通过样本的 线性改变量 如变长 或变短 除以样本的 原始长度 为无音次画的 表示方式 也同样可有 百分比表达 如 厘米 除以厘米 简硬变 则依据 样本受测试面 于直角角度 的改变量 γ表示 一弧度 为单位 一弧度等于 57.3度 将标准化的 谷组织样本 施加负载 直到样本破坏 便可获得 硬力及 硬变的资讯 并绘制出 硬力 硬变曲线 该曲线 与负载 变形曲线 相似 弹性区的负载 不会造成 永久变形 但一旦超过 降浮点 便会展生 永久变形 曲线下方的 面积 代表了材料的 强度 以能量累积的量 来表示 弹性区的斜率 代表材料的 进度 也称为 弹性模式 或阳式模式 阳式模式 与硬力 σ 硬变 ε 之间的 关系模式 如下 一等于ε分支 σ 体外实验中 海绵骨 在达到降浮点之前 可以产生 50%的硬变量 而皮质骨 却只达到 1.5%至2.0% 由于海绵骨 是多孔的结构 所以十分能够 储存能量 海绵骨 与皮质骨之间的 物理性差异 与骨密度上的定量 表现 一览无余 骨密度的定义为 单位体积内 骨的含量 图中为 相同测试条件下 不同密度的皮质骨 与小两骨的 典型 硬力 硬变关系 一般而言 使用单一个数值 并不适合用以描述 骨骼的强度 最好能够以 硬力硬变曲线 来呈现 完整的表现 为了要了解 骨骼与金属 玻璃等 其他材质之间的关系 图中以硬力 硬变曲线 呈现了这些 材料在力学表现上的差异 弹性区域 所产生的不同斜率 可以反映出材料在 进度上的差异 金属材料的斜率 最为陡峭 故其进度为 三者之中最高 在硬力 硬变曲线中 玻璃及金属材料的 弹性段 呈现 趋近于直线的表现 代表玻璃具有 线弹性的特性 负载达到 降伏点之前 这些材料都不会 发生降伏 而在皮质骨方面 其弹性区 并非直线的表现 而有轻微的弯曲 说明皮质骨 并非线弹性材料 在弹性区域 所受到的负载 便已经造成了 部分的降伏 表中比较了 各种不同材料的 力学性质 根据材料在 破坏前的 变形量大小 可以将材料分为 脆性材料 及盐性材料 玻璃是典型的 脆性材料 而金属为 典型的盐性材料 由破断面 可以观察到 两种材料 在变形上 表现的差印 将断裂的材料 再次组合起来时 盐性材料将 无法恢复 初始的形状 而脆性材料 保持了原本的形状 骨骼的脆性 及盐性表现 则因其老化程度 年轻的骨骼 更具盐性 及其所受到的 负载速度 在高速负载下 脆性表现 更为明显 而有所不同 在达到降伏点之后 玻璃在破坏前所产生的 变形程度很小 故其在硬粒硬变曲线中 缺乏速性区 反之 金属在破坏前 就产生了相当大幅度的变形 在硬粒硬变曲线中 出现了很长的速性区 骨骼则在破坏前 也会出现部分的变形 但仍然远小于金属 金属与骨骼 在速性表现上的差异 可在微观力学上进行描述 金属的破坏式 拉伸实验中 由于速性硫及速性滑移线 所引起的 当金属金隔结构中的 分子分离时便会形成 而拉伸实验中的骨骼破坏 则是由于前述 粘合线处的骨源脱离 及微骨折所造成 而在压缩实验中 破坏的骨骼 可以观察到骨源发生破例 骨骼的生物理学表现 在受到粒或粒矩的作用下 骨骼的表现 会受到其力学静止 几何特性 负载速度 以及负载频率等影响 而有所不同 异象性 使骨骼的结构具有 如树木般的层状特性 其横向及纵向结构间 具有差异 所以在受到不同方向的负载时 便会反映出不同的力学表现 使得骨骼的异象性表现 等象性材料 如金属等 则在所有方向上 都具有相同的力学特性 图中为人体的骨骼干 皮质骨 在受到四个不同方向 拉伸负载时 所表现的强度及进度 具有差异性 在轴向负载时 样本的强度及进度为最高 图中为小两骨 在压力及张力测试下 显示出不同的强度与进度 与皮质骨相比 海绵骨或小两骨的密度 进度及延展性 分别为皮质骨的25% 5%至10% 及5倍 虽然负载的方式 与骨骼的力学表现间的关系 相当复杂 不过 在一般而言 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负载方式为何 那么 骨骼在这个方向上 所展现的强度及进度 便应该是最高的 骨骼于不同受力模式下的表现 施加在结构上的力量及力矩 对于结构而言 可能产生张力 压力 弯矩 简力 扭力 以及上述种类的合并负载 复合力 人体中的骨骼便可以受到上述 所有不同负载的作用 以下将介绍这些负载 在平衡状态 静止 或等速运动状态下 对于结构产生变形影响上的表现 张力 在拉伸实验中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负载 向外作用于物体表面 在物体内部将形成张应力及应变 张应力可被视为许多微小 远离物体受力表面的力 最大的应力发生于 负载方向垂直的平面上 在拉伸负载下 物体将被拉长而变细 在临床上 张力性骨折常见于 海绵骨比例较高的骨骼 如第五只骨靠近肥骨短肌键 负载点的位置 以及根骨接近根键的 负载点位置的骨折 图成为根骨发生张力性骨折的 X光影像 由于小腿三头肌的强烈收缩 导致根骨所受到的张应力过高 这对于一般骨骼 在抵抗张力的能力 选于其他抵抗压力的特性上 是相当不利的 压力 在压力实验中 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负载 向内作用于物体表面 在物体内部将形成压硬力及应变 压硬力可谓视为许多微小 指向物体受力表面的力 最大压硬力发生于 负载方向垂直的表面上 在压力负载下 物体将被压短而变粗 在临床上 压缩性骨折常见于 受到高强度压力的椎骨 此类骨折好发于 骨质疏松的老年人 图中显示为 人椎骨骨折在收压后出现 高度降低 宽度增加的现象 关节周围的肌肉 异常强烈的收缩 将导致关节发生压缩性骨折 图中可以观察到 接受休克疗法的患者 发生骨骨镜下压缩性骨折 宽关节周围的肌肉强烈收缩 造成骨骨球头与宽臼之间 产生的巨大压力 简粒 在简粒实验中 负载的方向与物体表面平行 在物体内部将形成 简硬粒及硬变 简硬粒可被视为 许多微小的粒作用于 与负载方向平行的切面之上 受到简粒作用的物体 会在内部 会产生角度变形 原本在物体内部的直角 将会转变为顿角或锐角 当物体受到拉伸或是压缩时 在其内部都会产生简硬力 图中描述 物体在受到这些负载下 均会产生角变形的表现 磷床上的简粒骨折 最常见于海绵骨处 在走向拉伸或压力测试中 与湿力方向乘45度的面上 将会出现最大的简硬力 其实等于物体所受到的 最大正向硬力值的一半 弯矩 在受到弯矩负载时 结构所受到的负载 便会即沿着某个轴 产生转折 当骨骼受到弯矩负载时 会同时受到出现 压硬力及张硬力的作用 张硬力及硬变 会出现在中性轴的一侧 而压硬力及硬变 则会出现在另一侧 中性轴上则无硬力与硬变 硬力的强度 与其所在部位距中性轴的距离成正比 以及离中性轴越远 所产生的硬力会越高 由于骨骼的几何形变并非对称 故硬力的分布也不均匀 弯曲可分为三点弯曲或四点弯曲 这两种受力形态的弯曲变形 在临床上都会发生 尤其会造成长骨骨折 三点弯曲为发生于 三作用力作用在同一结构上 并产生两个相同的力矩 每个力矩等于作用于 结构的一端的力 乘以其至旋转轴的垂直距离 如果负载持续增加至降伏点 在结构为均值 对称无瑕疵的理想状态下 断裂将会发生于 中央力作用点之处 典型的三点弯曲骨折 如滑雪者所穿滑雪靴顶柱所发生的骨折 当滑雪者摔倒时 有一个弯曲 作用于滑雪靴上方的颈骨尽端 另一个相同强度的弯曲 由固定滑雪靴的滑雪板所产生 作用于颈骨远端 当颈骨尽端向前弯曲 颈骨后方便会展生粘硬力及硬变 前方产生压硬力及硬变 如此在滑雪靴顶部便会发生颈肥骨骨折 由于承认骨骨折抗张力的能力 选于抵抗压力 固骨折最先发生于张力侧 反之不成熟的骨骨具有很好的延展性 固骨折会先发生于压力侧 四点弯曲则发生于两个力偶 共同作用于物体 产生两个力矩之时 当两个大小一致 方向相反且平行的力作用于结构上时 便会形成一个力偶 由于在两个力偶间 结构所受到的弯距是相同的 故破坏会发生在结构中的最弱处 有关四点弯曲的骨折例子 可见案例2-1所述 案例2-1 骨骼的疲劳 一名患者因疏后感染而发生骨骨骨折 在康复期间因膝关节僵硬 而接受了不当的推拿治疗 在推拿过程中 膝关节后方关机囊与颈骨形成了一个力偶 骨骨球头与髋关节囊形成了另一个利用 当弯距作用于骨骨时 骨骨便会在其最弱处发生骨折 即原本骨折位置会再次发生骨折 扭转 扭转负载于物体造成其结构沿着轴线发生扭曲 在物体内便会产生扭矩 当物体受到扭转负载时 整个物体便会有减硬力的分布 当物体发生弯曲时 减硬力强度与其所在位置距离中性轴的距离成正比 即离中性轴越远的位置 其减硬力值越高 在扭转负载下 最大减硬力分布于于物体中性轴平行及垂直的平面上 此处最大张硬力及压力分布于物体中性轴的对角线平面上 图中描述了上述平面在受到扭转负载下的硬力分布状况 在扭转负载下的作用下 骨折会先由于减硬的作用而发生 最初发生的骨折裂痕与骨骼的中性轴平行 接着发生的骨折通常会沿着最大张硬力平面分布 图中为用狗的骨骨进行扭转测试所发生的骨折形态 复合力 虽然各种负载方式是独立存在的 但在人体中并不会出现只受到单一作用力的情况 人体骨骼的受力情况相当复杂 主要有两个原因 骨骼持续受到多重具有不稳定性的负载 以及骨骼的几何结构是不规则的 过去的研究测量了成人在行走 及慢跑时镜骨前内侧面的硬变量 说明这些常见的运动在镜骨所反映出来的受力模式是非常复杂的 利用计算硬变的方式 推估镜骨前侧外侧皮质骨的硬力 提出在正常骨折过程中 足跟着地主要发生压硬力 战略期转换为张硬力 推进期又转换为压硬力 在骨折周期的末端 减硬力相对会提高 说明此时存在明显的扭转负载 这种扭转负载 与足跟着地 与推进期所产生的镜骨外旋有关 在机型过程中所产生的硬力 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在脚趾着地时 镜骨前外侧皮质骨的压硬力较高 但在推进期时 转换为高张硬力 整个过程的减硬力较低 意味着在步态交替过程中 镜骨的内外旋转量较低 鸡所产生的扭转负载也较低 从慢走到机型的过程中 随着速度的增加 镜骨的减力也随着提高 在对阳支的实验中 也证实了硬变会随着其移动速度的加快而提高 从慢走到慢跑的过程中 骨盒的硬变量增加了5倍 骨折 在压力、张力及减力负载下 成人的皮质骨会表现出不同的极限硬力 如表中所示 正常成员人皮质骨所能够承受最大的压硬力 约190M帕 大于张硬力约130M帕的数值 而能够承受的张硬力 又大于减硬力70M帕的数值 其弹性阳式魔术在轴向负载时 大约为17000M帕 在横向负载时约为11000M帕 如表所示 而小两骨所能够承受的最大硬力 在收压时约为50M帕 拉伸时则降低至8M帕 其弹性魔术非常低 近0到400M帕 与小两骨的密度及负载方向有关 在临床生物力学的表现上 压硬力通常会造成压力性稳定骨折 而张力及扭转力所引起的骨折 会较为严重 当骨骼在骨折后发生愈合时 骨膜的血管及结底组织 便会向骨折区域开始移动 形成致密的纤维组织囊或骨压 枝状骨围绕着骨折部位的四周 使骨折部位获得稳定的效果 骨压和显著增加骨折部位的面积 其极惯性距 因此在骨折愈合期 可增加骨骼在弯曲及扭转负载下 强度及近度 当骨折愈折后 而逐渐恢复正常强度时 骨架也逐渐被吸收 尽可能地恢复正常大小及形状 骨骼的应变速率相依性 粘弹性表现 骨骼是一种粘弹性材料 故其生物力学特性会随着负载速率的变化而改变 即作用率施加及卸载的速率 施加于骨骼的负载速率越高 则骨骼在发生骨折前的进度也就越高 所能够承受的负载也越高 若负载速率介于生理可承受范围内 则负载速率越高 骨骼所能够储存的能量也就越多 人体内所产生应变的幅度将当大 在慢走时应变速率为每秒0.001 而在慢跑时则提高至每秒0.03 一般而言 活动越剧烈则应变速率就会越高 图 为在拉伸实验中 提质骨在不同生理应变速度下的生物力学表现 应变速率的改变对于极限硬力强度的影响 较其对于弹性阳式魔术的影响 在快步行走时 骨头的强度比慢步行走时提高了近30% 当应变速率异常地提高 每秒大于1 便可能使骨骼受到冲击伤害 此时骨骼的催性更高 对于皮质骨的极限张力强度 及弹性魔术关系的全范围研究中显示 当骨骼的强度提高三倍时 弹性魔术便会增加两倍 由于负载速率对于骨折方式 及软组织损伤程度具有影响 顾了解其相关资讯对于临床是相当重要的 骨折发生时 骨壳所累积的能量便会被释放出来 在负载速率较低时 其所储存的能量可透过形成单一骨折线而释放 骨壳及软组织的保存性相对较为完整 这骨折端可能没有发生位移或位移量很低 但在负载速率较高时 所储存更多的能量无法透过单一骨折线很快地释放掉 便会产生粉碎性骨折及大范围的软组织损伤 图中为人体颈骨受到高速扭转负载后发生骨折 产生了大量的骨碎片并发生明显的位移 临床上根据骨折时能量释放的不同 可将骨折分为三类 低能量、高能量及超高能量 如滑雪者的单一扭转骨折便是属于低能量骨折 高能量骨折可能为车祸所导致 而超高能量骨折一般为遭受高速的枪弹击中而造成 肌肉作用对于骨骼硬力分布的影响 骨骼在体内受到负载时 负转于骨骼的肌肉便会发生收缩 改变硬力于骨骼内的分布 肌肉收缩所产生的压硬力 能够部分或完全抵消张硬力的作用 便能够降低或消除骨骼受到过度张硬力作用的威胁 由颈骨的三点弯曲实验便可了解肌肉收缩效果 图中为滑雪者向前摔倒的示意图 颈骨受到了弯距的作用 在颈骨后侧发生了相当大的张硬力 颈骨前侧则产生了压硬力 而小腿三头肌的收缩 在颈骨后侧产生了很大的压硬力 如此便抵消了前树于颈骨后侧因弯距力造成的张硬力 避免颈骨在张硬力作用下发生骨折 这种肌肉收缩的机制 同时也能够避免颈骨前侧产生更大的压硬力 如此便能够防止骨折的产生 成熟的骨骼往往能够承受这种压硬力 但未成熟的骨骼强度较低 故在压硬力作用下也可能发生骨折 宽宽节周围的肌肉收缩 同样也会产生类似的效应 宽宽节运动过程中 弯曲作用于骨骨颈部分 在骨骨颈上方皮质骨便会产生张硬力 腾中肌的收缩则会产生压硬力 也能够抵消张硬力 最终便可以使骨骨颈上方的皮质骨 既无受到压硬力 也无受到张硬力 因此肌肉的收缩 能够使骨骨颈承受更高的负载 反复负载下的骨骼疲劳表现 骨折可能由超过其极限强度的单一负载所造成 或是由较低能量负载反复施加所造成 反复施加负荷造成的骨折称为疲劳性骨折 案例中为高负载的数次反复施加导致 而这个案例中骨折则则是由正常负载的多次反复施加所造成的 造成骨折发生微骨折应变一般介于400至1500Uε间 而造成破坏的应变约为10000Uε 由于记录疲劳所造成的下肢疲劳性骨折 理论概要于流程图中 疲劳性骨折一般可分为两类 疲劳型硬力骨折一般常见于骨质正常的个别 因激烈活动后发生 骨质不足形骨折为骨质疏松或软骨症患者 在进行一般强度的活动后发生 照常见于老年人 上述分类中又可再细分为两个子族群 张力型疲劳性骨折及压力型疲劳骨折 张力型骨折因其产生机制为骨源剥离 并产生横向的裂痕 称为黑性 有可能因为继续的活动而完全断裂 并伴随着较大的位移情况 在压缩性骨折的情况下 骨折线为成意倾斜的裂痕 而使其供血发生障碍 加速性骨折通常发生于 较为缓慢的负载下 大多可自行性愈合 负载及其反复次数的关系 可绘制为疲劳曲线 对某些材料 如金属而言 疲劳曲线是一条渐进线 以及若负载维持于某个值以下 理论上负载不管多少次 材料都能够保持其完整性 对于体外实验的骨骼而言 由于骨骼在低强度的反复负载下 会产生微骨折 故疲劳曲线并非一条渐进线 相关的实验也证实 当负载或变形量 接近骨骼的降伏强度时 骨骼很快就会发生疲劳性骨折 由此也能够得知 在高强度的负载下 发生疲劳性骨折 所要进行的负载反复次数 也将大为减少 图为维持骨骼质量 及形态所需到负载强度 及次数间相依性的非线性表现 在其最适应的曲线上 会因为骨质增生 而造成骨折风险提高 反之 若在其最适曲线以下 骨质将因为次性不足 而遭到吸收 体内的骨骼受到反复负载时 其疲劳过程不仅与负载强度 及反复次数有关 并且也受到在一定时间内 负载作用次数负载频率的影响 由于体内的骨骼具有自我修复的功能 故此类疲劳 破坏便是由于骨骼重塑 来不及弥补骨骼的疲劳损伤所导致 其负载过于频率 妨碍了骨骼为了防止骨折 而正在进行中的重塑作业 通常骨骼为了要达到 由于动作需求而进行重塑的 重塑周期大约需要三至四个月之久 在重塑的过程中 会暂时性地降低骨量 若同时有太多单元在进行重塑工作 则也可能因为骨骼在短暂 降低骨量的时期中发生骨折 疲劳性骨折 往往发生于持续过度活动的部位 使其肌肉疲劳 收缩无力 造成其储存能量 能力及抵消 骨骼硬力的作用下滑 造成骨内负载异常升高 而发生疲劳破坏 而破坏的累积最终也造成了骨折 相较于受到张力影响 骨骼在受到压力时 较不容易出现疲劳的表现 在跑10英里中 所对应的循环负载平均为5000次 而1000英里的跑步过程 则可达100万次的循环负载 根据推估 在总距离低于1万英里的情况下 便能够引起皮质骨的骨折 过去的研究报道 包括新兵在6周内的密集高强度剧烈 行军及跑步以及大学运动员 每周跑120英里所发现的疲劳性骨折 也支持论点 人体解剖中发现 海绵骨内发现 骨小粮发生骨折的情况 可能是由于疲劳的累积所导致 通常疲劳性骨折发生于腰椎 骨骨球头以及颈骨的颈端 研究认为疲劳性骨折在骨骼重塑 年龄相关的骨折 人骨下骨塌陷 关节的退化性疾病 以及其他骨骼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骨骼微结构的破坏 属于相对不理想的能量丧失方式 且微结构破坏累积的结果便是骨折 事故骨骼抵抗微结构破坏的能力十分重要 骨骼的重塑效应 骨骼具有重塑能力 由改变尺寸大小、形状及结构 来适应外在的力学需求 此种能随着硬力的变化 而造成松弛骨和皮质骨的含量增加 和减少的效应 成为WALF定律 说明硬力的力学刺激 将影响及改变骨骼的重塑 骨骼上的负载来自于肌肉的作用或是重力 骨骼的质量一般与体重呈正比 超重的体重一般也有较高的骨骼质量 反之如在太空中失重的状态下 则会发现在原本具有主要 沉重的骨骼出现质量减少的情况 太空人中的骨骼中 概致发生快速的流失 最终便成为了骨质流失 这种变化是属于不可逆的反应 试用及活动度减少对于骨骼是有害的 卧床休息呈每星期损失1%的骨含量 若部分或完全限制活动骨骼无法接受到正常的力学刺激 将会导致骨膜及骨膜下骨吸收 使得骨骼的力学性质下降 如强度与进度 使用管型的模具限制狐猴的全身活动 在60天后发现狐猴的骨骼强度及进度降低 而对猕猴的追体进行体外压力测试下 被限制动作的猕猴发生追体骨折时的复杂及能量储存的功能 相较于正常的对照组降低至三分之一 追体的进度也减助下降 由于骨骼的微结构破坏会造成身体判断 进行骨骼的吸收或重塑的机制 在近年来的研究被视为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骨骼微结构破坏的过程包括骨细胞的凋亡 一般认为活的骨细胞可抑制骨吸收的发生 以及胶原的胶连性降低 有关老化效应对于骨骼的影响将在后续内容中讨论 不过薛仙留意老化对于重塑过程中有相当大的影响 年轻的骨骼在高硬力区的重塑过程 为发生吸收后重塑 而对于年龄较高而言 由于骨细胞的活性降低 骨质缺损的情况尚未重塑完成的情况下 便常在高负载区域发生骨折 许多治疗技术的开发 未遵守沃尔夫定律的应用 例如低强度超音波 低强度高频力学刺激等方法 均能够使骨骼的重塑作用加速 对于无法运动或者承重的老年患者而言 是相当有帮助的 骨骼的几何外形 对于生物力学表现的影响 骨骼的几何结构 对于其力学表现有极大的影响 在受到张力及硬力的情况下 造成骨折的复杂 与骨骼之近度及结面积呈比例关系 结面积越大 则骨骼的强度及近度便越高 在受到弯距的作用下 骨骼的结面积及中性轴附近骨组织的分布 将会影响其表现 若欲将结面积及分布情形同时考量 计算上便以面积惯性距作为比较的依据 面积惯性距越大 则骨骼的强度及近度越高 图中比较了面积惯性距对于破坏负载 及三个面积相等结构不同的 巨型结构进度的影响 在受弯距作用时 第三形的结构进度最高 所能够承受的负载也最高 这是由于其位于远离中性轴区域 拥有多量的材料 对于巨型结面而言 面积惯性距的公式为 宽度乘以高度的立方再除以12 B乘以S三次方除以12 第三形的面积惯性距最高 所能够承受的弯距负载 可达第一形结构的4倍 除上述因子外 骨骼的长度在受到弯距负载时 也将对于强度及近度有所影响 骨骼的长度越长 相同的作用力将造成更大的弯距 于巨型物体中 弯距的作用点所引起的硬力强度 与其长度呈比例关系 图中为描述 施力作用于宽度高度相同 但长度不同的两种板状结构上 由于B的长度为A的两倍 所以长的板结构 所受到弯距 便是短的板状结构的两倍 较长的骨骼便会受到较大的弯距 骨骼所产生的张硬力及压硬力 便越大 一般的长骨呈管状结构 便是增加远离中性轴 区域的骨组织分布 使得面积惯性距提高 有利于抵抗各种不同的方向的弯距作用 骨骼之所以能够提高 面积惯性距 尚有另外一个原因 便是其组织分布远离结构中性轴区域的特性 骨骼的重塑性 为同时具有骨内吸收及骨外形成的机质并行 使皮质骨增厚 并将其逐渐推向远离中性轴的位置 特别在于女性的磁梯素 会抑制骨外形成的机质 使得骨骼的内径降低 在停经后因磁激素分泌不足 骨外的重塑行为大增 使得皮质骨下的骨组织大量被移除 而使得骨骼变脆 影响骨骼在扭转负载下的强度 及进度表现的因素 与在弯距负载 取决于截面积大小 以及中性轴周围骨组织的分布情形 而在扭转负载下 若欲将面积及分布情形影响同时考虑 计算上便以极贯性距作为比较的依据 当极贯性距越大 骨骼的强度及进度便越高 图中为在扭矩负载下 近骨远端及近端横截面的示意图 虽然近端截面的面积较远端为小 但近端却有更高的极贯性距 这是由于远离中性轴区域的 骨组织分布量较高的缘故 虽然远端截面积较大 但由于其骨组织分布 贴近于其中性轴区域 将受到更大的减硬力作用 近骨远端所受到的减硬力 又为远端的两倍 固在临床上 近骨扭转骨折都发生于远端部位 手术的影响 因执行外科手术而造成的缺损 将严重降低骨骼的强度 尤其降低骨骼抵抗扭转的作用 这些缺损可分为两种类型 硬力提升 以及开放式断面缺损 硬力提升 手术过程中可能会去除一些 小的片状骨或锁入螺钉 产生硬力集中的来源 由过程中所产生的硬力 无法均匀分布 反而集中于缺损的部位 因而造成骨骼的强度降低 此类型的缺损类似在河流中的石头 会使水流转向 在石头的周围产生漩涡 因硬力集中而导致的骨骼强度减弱 效果在扭转时作为明显 可降低达60% 有学者将高速的扭转力 作用于兔子的骨骨上 比较像有螺丝及空的螺钉孔 所造成的硬力集中 对于能量储存的影响 结果发现钻孔及锁入螺丝 使得骨骨储存能量的能力 降低了74% 这种现象在八周后 因骨骼重塑的产生而完全消失 骨螺钉周围的骨质增生 使得螺钉获得稳定 而空的螺钉孔 也会获得新的骨的填补 若再将骨骨的螺钉移除 其储存能量的能力 又降低了50% 主要是由于 在螺钉移除过程中 又对周围的骨骼 产生了微结构破坏 而在植入大型的 随腔内植入物时 同样也可能因为 骨骼的非挡向性 而造成骨折 比如具有锥骨的 非骨水泥式 髋关节骨骨骨饼 在植入骨骨盖时 若不慎打得太深 这会产生环向硬粒 而造成骨折 开放式断面缺损 手术中若去除 长条形的片状骨 如开槽一般 便会造成开放式的断面缺损 使得结构的连续性 发生破坏 骨截面的最外层 若欠缺连续性 则其抵抗负载的能力 就会改变 特别在于 承受扭转负载的情况下 正常的骨骨 在承受扭转负载时 减硬粒会分布于 整体结构中 整个结构便能够 共同抵抗外加的扭矩 硬粒在长骨 横截面的分布 如图中所示 其结构是完整的 则称之为封闭区间 而在一个存在 开放区间的骨缺损中 只剩下边缘的减硬粒 能够抵抗外加的扭矩 骨骨内减硬粒流动的方向 由于骨骨的不连续性 不得不改变流动的方向 在骨骨的内表面 减硬粒流动的方向 与外加扭矩为同向 使得抵抗外加负载的 骨组织数量 急速降低 在成人镜骨内的 体外扭转测试中 开放式断面缺损 降低骨折发生前的负载 及能量储存达90% 骨折时的变形量 约降低了70% 临床上具处长条形的片状骨 将大幅降低骨骨的强度 特别是影响了 承受扭转负载的能力 涂通静骨的X光影像 原由此处取得 自己补骨进行 髋关节固定手术 在术后几周 患者不慎摔倒 静骨缺损的部位 便不幸发生骨折 骨隔的骨沉垫 与吸收 一名30岁的持骨 移位性骨折患者 在骨折稳定后 将持骨的骨板取出 途中为移除骨板后 前后向A 肌色向B X光 植入物 骨板的目的 为稳定骨折部位 并促进骨折 尽快愈合 然而这名患者 取出的骨板时间太晚 使得骨骼重塑时 所需要的力学刺激不足 反而是骨板承受了 大部分的负载 并持续将这种状态 直到骨折愈合后 根据WARF定律 骨板下方的骨骼 在硬力等力学刺激不足 造成局部的骨组织 遭到吸收 使得骨骼的强度 及进度降低 若植入物 在骨折愈合后 仍牢牢地固定于骨骼上 将会降低骨骼的强度 及进度 在骨板使用 螺钉固定于骨骼上时 骨骼与骨骼 共同分担了负载 其分担比例 会受到各自结构的 几何形状及材料性质 大的骨板可承受 很高的负载 也就同时 吸掉骨骼大部分的负担 骨骼便会因为 负载不足而发生萎缩 但在螺钉的周围 骨骼为了减少 其余螺钉之间的微动量 而产生增生肥大的现象 骨板下方的骨吸收作用 鉴于图 加压式骨板的进度 约为骨骼的十倍 持骨骨折后 需要使用加压式骨板 固定直到愈合 持骨板下方的骨骼负载 较正常状态为低 再次骨骼部分遭到牺牲 萎缩的持骨骨干 显著的较为细小 骨骼的直径减低 也使得面积惯性距 及及惯惯性距减少 故骨骼的强度 显著的降低 特别是在弯距 及扭转的作用下 骨骼的直径减少20% 便会降低 扭转强度达60% 由图中便可知道 愈合不久后 应于骨骼大小和形状 发生明显改变之前 便要移除骨板 骨骼的尺寸减少 往往便会随着 激发性的骨质疏松症 更进一步降低骨骼强度 植入物附着于骨骼的部位 将会发生增生性的肥大现象 图中可发现 螺钉的周围发生了骨骼的肥大 在骨骼进骨折后 使用骨板进行固定 螺钉周围的骨组织 便会产生肥大 以适应螺钉 所在部位复合增加的状态 在正常的生理活动范围内 反复的力学自己 也会造成骨骼肥大 在过度的运动训练中 可以观察到 正常的成熟骨骼发生肥大 骨密度也会增加 因老化所引起骨骼之退化 随着年龄增加 骨密度将会持续地降低 纵向的骨小粮会变细 而横向小骨小粮会遭到吸收 其所造成的结果 便是海绵骨的数量显著下降 皮质骨变薄 骨骼的质量 与年龄及性别之间的关系 各参考图 骨骼质量的下降 及尺尺寸的减少 将会造成其强度 及进度的弱化 图中为不同年龄人类 静骨在拉伸测试下的 硬力硬变曲线 年轻人及老年人骨骼的 极限硬力大致相同 但老年人骨骼的 硬变能力仅为年轻人的一半 表示老年人骨骼的 脆性较高 能量储存的能力较差 胶原的交连性降低 骨密度强度 及进度减少 都将造成骨骼的脆性增加 与年龄相关的骨骼质量损失 取决于相当多的因素 包括性别 年龄 妇女停经后 雌激素分泌不足 内分泌异常 活动减少 适用及钙质不足等 在几十年内 小两骨及皮质骨 将分别减至 最初始骨骼质量的 50%及25% 到40岁时 女性每年会流失 1.5%至2.0%的骨骼质量 而男性每年流失量 仅有女性的一半 规律的活动及锻炼 适当的钙质摄取 雌激素的补充 将有助于缓和 随着年龄增长 骨骼矿物质流失的情况 本章摘要 骨骼是一种复杂的 双向复合材料 一项是由无机矿物银组成 另一项则有 有机机制 包括胶原及 无定型机制 无机成分使得骨骼 具有硬度及近度 而有机成分 使得骨骼 具有韧性及弹性 以微观的角度而言 骨骼的功能结构单位 为骨源 或称为哈士系统 此系统为矿物机制 以同心源排列 包围中央的哈士管所构成 哈士管中含有血管 及神经纤维 以宏观的角度而言 骨骼由皮质骨 及海绵骨或小梁骨组成 皮质骨密度较高 小梁骨密度则 变异性相当高 骨骼属于异象性材料 当受到不同方向的负载时 拥有不同的力学表现 成熟的骨骼压缩强度 及近度为最高 骨骼在正常生理活动 如行走、慢跑等 其所受到的负载相当负载 大多数的骨骼 起源于多重复合式负载作用 肌肉的收缩 能够影响骨骼的硬力分布形态 以产生压硬力的方式 可部分会完全抵消骨骼的张硬力 骨骼为粘弹性材料 在骨骼发生时 骨骼的硬度越高 其所能够承受的负载也就越高 骨骼所受到的应变速率越高 其所能够储存的能量也就越多 当骨骼受到负载频率 对重塑现象发生妨碍时 也将造成疲劳破坏 骨骼的力学特性 受到其结构几何形态的影响 包括长度、前面积 及中性轴周围的骨骼组织分布 骨骼会依其力学需求产生重塑 在受到力学刺激时便会产生沉淀 而在缺乏力学刺激时 便会发生骨骼被吸收 依照Werf定律的定义 便会发生骨骼被吸收的现象 年龄的增长会造成海绵骨含量降低 皮质骨厚度减少 这些改变会造成骨骼的强度及进度降低